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尖三楼出毁灭巨箭 龙尖六楼出魔力短箭 都是匿名的角色拿到的 龙尖四楼出狂风之伏 龙尖五楼出神官长靴 龙尖四楼又出狂风之伏 龙尖三楼天使魔杖 刚才的嘛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龙尖一天啊 目前的龙尖一天可以出兰庄的几率是次数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我刚才看的那些记录其实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已 不到两小时 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已 好 就这样子 那整天下来是不是超多 好 那在龙尖掉兰庄这么频率这么高的情况下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龙三 龙四 龙五 龙六 几乎所有眼睛看过去的不是工作室 就是工作室 像这种大概都是工作室 我们来打他一下看一下 打他就肥了 没意外 这种大概也是工作室啊 那普遍来说他们就是没血蒙嘛 因为他们怕被人家直接射成敌蒙针对嘛 所以他们普遍来说就是没有血蒙 好 那在这个整个都是这个工作室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玩家你要怎么去跟他们争饱 好 他们每一只不是枪手就是妖精 新练的喔 新练的都是枪手 好 新练的都是枪手 因为他们可以学那个跑步的那一招啊 他们就直接学那一招 所以新练的都是枪手 好 那抢快速度当然就抢赢你了 好 那身为一个近战职业 你在这个地方根本是想要摸到一只怪都可能要靠转脚啊 转脚越多你越有机会碰到怪嘛 但是整体来说啊 如果说玩家想要下来龙三龙四练的话 好 甚至龙五龙六 你根本就是 你看马上又来一只这个工作室喔 他们没有怪他们就瞬移嘛 没有怪就瞬移 然后就补血 好 这样子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宝物就变得很廉价啦 因为 宝兜他们在打嘛 那我们想一下喔 包月是为了什么 包月是为了 可以打宝嘛 包月是为了打宝 有些人为了吃王 所以他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这个叶子 那包月的叶子 即使是在他无限 像我现在是零嘛 在这个情况下包月效果会发挥 好 那如果说在包月效果发挥的时候呢 他打王是会掉宝的喔 他不会影响掉宝率的 好 所以包月有他的这个效果在 可是在今天 保物几乎都是工作室在拿 好 几乎都是工作室在拿的情况下 我们包月的效果 保物拿得到吗 保物拿得到吗 掉宝率其实已经调低了 那我们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拿得到保物啊 我在韩服 曾经包过一个月 那那一个月我就挂战场 然后跟挂这个 吉普赛 就挂这两个地方 然后包月包整个月下来啊 打到这个一些绿庄 通通都是绿的啦 简单来说通通都是绿的 那你想一下喔 台版全部都是工作室 只要可以掉宝的地方 通通都是工作室 这些宝你拿得到吗 对啊 你拿不到啊 这些宝一样都是工作室在拿 你几乎是拿不到 因为怪异出来 好像我们这种近战的 怪异出来就是被人家射走 所以根本就没有用啊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 你的掉宝应该说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包月的最大的用途之一啊 掉宝的问题 基本上你的掉宝你就被人家抢走了 因为你等于每一次 每一天无时无刻 都是在人山人海的地方 跟人家抢宝物 好 那 你又抢不到宝 好 这个影响第一个 然后再来 你有了经验值是没有错 好 你有比较多的经验值 你可以挂比较多地方是没错 但是 呃 今天你会包月 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 小课 好 等级还好 等级可能在70 70级左右 好 七十几啊 70级左右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等级已经很高了 好 85级以上 好 你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充等的这个压力 好 那你也不会去包月 通常其实这样子是不会去包月的 因为包月的成本太高了 好 那对我自己来来说啦 我不会选择包月的原因是 除了刚才那一个就是 钓宝的问题之外 钓宝给 宝物都掉在工作室身上 好 都是工作室在拿 这种状况之外 第二个 等级的花 等级的花 等级的花费 经验值的花费 其实是很贵的一件事情 好 你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投资等级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你的 不管你到了70级 75级甚至80级 你会发现你的装备 根本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你却花了一狗票的钱 好 你花了一狗票的钱 但是你通通把钱拿去买龙赚 然后你的身体的这些装备 甚至你的收集品 是一点改变都没有的 我是在讲我自己 我是在讲我自己的这个悲惨故事 来 你看一下我的收藏 来 好 来 来看一下我的收藏 5% 好 这个是我的收藏 5%而已 这个就是没有在收藏 然后 我自己是 之前都没有把钱投资在装备 好 通常都是买来 譬如说买这个 饰品包 不是饰品包 那个 一些活动的 活动的商品 大概就是充等的 那一类的 我会先买 结果后来我发现 充等这件事情 真的是最没有价值的事情 今天你有等级 你没有装备 一样是没有效 好 我相信 高等玩家 但是装备不够力的 比比皆是 如果说今天 你觉得你很强了 好 你85级好了 那你的装备不够的时候 你上去澳西澳八看看 你是不是要下来 同样跟你85级 别人有装备的 好 我们不要说85级 83级好了 别人有装备的 他早就上去了 好 他早就上去挂的比你开心了 好 那他把钱投资在装备上面 好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投资装备好呢 因为第一个 工作室让我们打不出装备 但是反过来说 工作室他们把装备弄得很便宜 所以现在大家去买装备 才可以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不过现在例外 现在因为黑暗骑士的推出 价格已经被翻涨了 在之前的话 装备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个状态 大家很明显 有玩日版的更能理解 那个装备价值的差距 我们台版的现在的这个装备价格 相较于韩版的我们用 我们用同体系的韩版来讲 我们的价格大概是韩版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低 韩版一件这个 之前他们的雷雨之剑 他们一把可能要300 那台湾呢100左右吧 那时候最低的时候曾经有 有到100 140已经算很高了 那韩版没有几乎 几乎不可能看到这种价钱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他们是 很少的工作室在抢这些宝物 以至于说这个宝物打出来是有价值的 好 那今天我们既然打不到宝 那我们就可以去用工作室卖出来 他们弄出来的很便宜的宝 我们去充装备 好 把装备充起来了 再来考虑这个等级 除非你有打价问题 你必须要去拼等 我们直接拿那个价钱来讲好了 好 包月仪式要多少钱 我们用一般的价钱 1490 1490可以换算下来的话 是多少赚 用官方赚的话 1490 14 大概是1050赚好了 我们就用这样的算好了 1490 如果说以这个之前工作室 不是工作室 之前这个代除的赚的话 1490 你大概可以拿到两倍 两倍赚 1490是到1500 3000赚 大概可以拿到3000赚左右 你要想一下 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1490 只是让你报一个月的经验值 然后你不要想要打到宝 除非你挂高等区 除非你挂高等区 要不然你别想打到宝 因为太难了 你要跟这么多的工作室竞争 很难啊 那1490我们刚刚讲了 换成3000赚 我们用最多的来 最好的时候来讲啊 换成3000赚 好那3000赚你可以来干嘛 交易所随便开一个东西 我们看房具就好 3000赚可以干嘛 我今天缺个 我们不要看太好的 我们去买个这个 金金甲好了 金金甲 我现在缺房 我去买金金甲好了 啊这边只要1900赚 1700赚 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的话之前是卖1000赚以内 1000赚以内 这个完之后 我们再去买一个 譬如说 钢靴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钢靴卖多少钱 好 我们现在都用一个月的价钱喔 才一个月的而已喔 3000赚 来 钢靴 我们可以买到 至少买到加6 甚至加7啊 加7应该也不用签啦 加7应该也是在千元 千赚以内啊 好那这样子 你看你已经买到两个了 如果你防御不够的话 你刚才已经买了加9 金甲 跟加7的钢靴卖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加6才225 这个加7的话大概是800左右 这个大概是800左右 好我已经买了三件了 好 同一个月的包月的钱 我已经买了三件的 这个过安定的这个房具了 这个是过二 但是你可以买到过 可以买到过三的 我已经买了三件了 如果你包月只是为了经验值 那你升得慢 然后又没有机体的情况下 你为了那个经验值 其实你没有什么用啊 包月要怎么样让它最大化 要怎么让它效益最大化 第一个攻速快 第二个机体要好 你必须要用最大的攻击效益 去打这一个月的这个怪 好你才能把你的这个包月的效益 用到最高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烂烂的机体 那你去包月 在差的情况下 包月的效益就越差 那假设我 像我们今天 把这个包月的效益 我们通通不要包了 我们直接把它拿去 换成装备 换了三件装备出来 刚才那个房具 还可以用金盾啊 这个都是千钻以内 就可以搞定的东西 请问一下 你要包月还是要选择这个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 先把这个搞定 刚才我们只用了 一个月的预算 就买了三件装备 那这个可以说是超过一点预算 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多太多 台币500块 我们要课金的台币500块还好吧 对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个月包月的钱 你可以去提升这么多的东西 再上去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再上去就不是一般玩家 就不是你小课 所谓的小课 在考虑的事情 当然 你一个月可能 如果说预算 可能有在一两万左右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在往上提升 全身过山以上 这个是可以的 像这个 看亏就还有得搞 你可以用五关头盔 去换到更多的这个防御力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整体来说 光是装备的部分 就已经可以提升这么多 你选择了包月 从头到尾只拿到了经验值 对 那你的装备机体是没有变的 你这个月拿到经验值 下个月 就算让你升一级好了 你一样是什么东西都打不动的一个角色 你知道吗 好 我再打个我自己的比方 我自己的枪手 79级 79级 以这个近战骑士来讲 好 早就已经上去奥塔 不知道几楼了 但是 我的防御才124 好我跟大家讲 124的枪手 进去奥塔一楼 一下子就下来了 一下就下来了 根本没有用 那个续战力是低到一个不能再低 124 防御-124的那个枪手 进去奥塔一楼是打不动的 好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算我今天给他包月 好 我升到80级了 好 那我现在升上 我刚好有 前阵子有合到红变嘛 红变那个格力特 我就算我有红变 但是我上去一样是 呃 射一射射射射射射射 没磨了下来 好 根本没有效益 好 那在这这种情况下 我会怎么办 第一个当然是 我就直接把钱省下来 然后去提升我的装备 换到更多的防御 提升到130 130就差很多了 120 我的124到130 基本上不难 好 我有很多升级的空间 包括是这个 我的爱亏 我的爱亏可以换 我的金金甲可以换 然后 我的鞋子 跟我的铁裤 通通可以换 这几个光这几个加上去 我就可以到130去 因为 我的 我的这个 金金甲 金金甲药金可以穿吧 好可以穿 我的金金甲是 非常 欸不等一下 它不能换 它不能穿 穿在枪手身上 所以我必须要另外再去准备一个 枪手的这个 这个防具 好 但是 只要提升防具上去 只要把这个防具提升上去 防御到130之后 对我来讲 我才是有实质练功的这个效益啊 对 我包月才会包的有价值啊 对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 所以你们问我说 呃台版要不要包 如果韩版的话 我真的觉得包啦 那如果是台版的话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的机体 你的装备还有空间去提升的话 不要包月 因为包月实在是 超级浪费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超级浪费 你 你用钱去买经验 用钱去买经验 是非常贵的一件事 对啊 好 那个等级对你来讲 差异不大 反倒是装备 对你来说影响才是最大的 有关系的 其实请留下个窗期 我进码到你去追求 你这是什么 就是能不能够抛发的 你的特定 也就是能够抛项